你讲的已经是历史的故事了 我不想讲 我二舅妈是东北人 我从小是吃的 她的猪肉酸菜炖粉条长大的 我不想讲 在我有限的女朋友里面 70%以上都是东北人 我也不想讲 在这回节目录完了以后 我已经买好了6号上午 即将去到哈尔滨的一张机票 这些我都不想讲 我只想讲的是 我很清楚地知道 不管这个人 对于现在的现状 有多么的快乐 或者是认可 一定在生活当中 会有一些可能她不满意的地方 但是靠她自我 没有办法来突破 如果你愿意 如果我有幸的话 我很希望能够成为那个 在你身旁 帮助你 自我突破的人 因为 那些东西 能够成为 你 更加 完满的 你自己的 成为当中的一个途径 我也可以啊 我觉得你的人生经历还不够我多 你还年轻 我是很年轻 虽然你有出书 我没有 但是我的人生阅历比他们丰富很多 我也很爱我的家乡 所以她讲东北的家乡的情感 我特别的感动 你知道为什么她刚才 我等一下再来告诉你为什么 秋实 我时间想了想 我的确没有二舅妈 我也 在我 没有乐家那么丰富的情感经历当中 的确没有东北男朋友 我也没有买六号去哈尔滨 或者东北任何地方的机票 因为六号我准备在这好好歇一天 但是我一样很爱东北 欧了